莫言得奖之后,在被人们越来越关注的同时,也开始出现了被消费的事情。 比如说,昨天就有消息说,莫言的家乡高密将会大面积的种植高粱,是巨资打造红高粱文化。 我们来听听莫言是怎么说的。 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社会的公众人士之后,一切都是正常的,听着认知的,包括善意的,包括调侃的,我觉得都非常正常,没有问题。